林陀佛 這次環節時 我一開始跟武術接觸 其實和爸爸有關 跟了爸爸玩 也有十多年 亦由十四歲開始 因為紅拳本身是七成用手 三成用腳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試做不同的東西 所以開始慢慢接觸不同的拳術 泰拳、空手道、踩拳道、MMA、BJJ都會接觸 我以前學紅拳那些 其實打G1都有少許幫助 所以我盡量看有甚麼可以改善動作 放在MMA比賽時會用 可能紅拳很講求眼翹 我盡量用眼翹去擋打 或者走多一些角度 上下不同的層次去攻擊 MMA是因為ViuTV搞G1而去練 因為他們搞第一季的時候 監製已經有找我參加 因為我一生都沒有打過一些拳擊比賽 我想試一下我學了這麼多年的功夫 究竟我上台會發台溫 還是能發揮的那些 還有我也想試一下自己有沒有膽識 踏上擂台打比賽 結果第二季的結果我都很驚訝 因為決賽的對手他都很強勁 有很多年的巴西游術底子 和體重都是高我五個級別 所以我贏到他都真的很驚訝 我以前打的那些會很主動 不停去攻擊 埋身攻擊 但我一打這個對手 你會看到我會不停走 不停走 還有很有意識他會抵倒我 防防抵倒的意識會很強 盡量都是攻擊他的低身 因為我之前有個壞習慣 很想去KO打他的頭 但反而發揮得不好 所以不停攻擊他的腿下身 我想如果有第三季都不會參加 因為如果要參加 我會參加真正的比賽 正式同榜的比賽